大家好 今天是3月9日 星期二 今天的市場 大家看著 是不是都好像感覺上 很不知如何 今早早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 看著市場 應該有一刻 會感到很無奈 又或者是 感到不想再忙 因為今早早 我跟朋友 平時都有跟我談 一些投資的 今早早他們都說 看著市場不想看 簡直是不想看 我跟他們說 不要這樣 大家要記住 投資的東西 不要太遠向心情 是不開心的 當市場 大家拿來的貨 跌下去那一刻 尤其是今早早 我的朋友 形容說是絕望 跌得很厲害 令人很絕望 我也明白 因為那幾天 跌下去 真的 心情是很受影響的 真的 但轉頭 有個市場 又會彈上來 當然 彈上來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有國家隊進場 我聽完之後 我也同事跟我說 國家隊進場 A股那邊 所以市場就頂了 然後市場甚至乎 升上來 我的反應 其實那一下 是說 不是太好 為什麼 因為 你想想 A股化 即是A股 才會好受這些消息 所影響 但如果 連港股也是這樣 那整件事 就有點糟 港股就更加 A股化了 還有 有一件事 的 就算你說 資金 好像 北水 好像 羅地國家隊 進場 這些比較上 尿的消息也好 你看到 其實 北水 即我們說 淨沽出的數 其實也是厲害的 而這個情況 在下午 回來的時間 更加之顯著 雖然 市場 算數有一升 科技股的走勢 好像跌勢 就算定了 有一些是一旦的 但是整個形勢 似乎都不太樂觀 還有 剛剛北水 即剛過了五點半 看回港加索的網站 你會看到 北水 特別是上海那邊 都還在狂沽騰訊 而 叫做 深谷通那邊 即港谷通 深仲那邊 也是 沽陸未斷 保利協欣 港交數 仍然是沽 但是 有一隻股份 反而我覺得 有些意外 是中移動 中移動的股價 或者它的股價 原來都很大 所以就變成 反而小米買得多 小米 看到深仲那邊 是狂數的 所以 整個市現在 都是 沒有 就是看著兩個消息 又是 看看今晚未股的做法 還有就是 看看北水的去向 是看這幾個東西 但是氣氛上是差的 即是你說氣氛上 雖然今天 叫做跌勢喘寧 如果這樣 但是 我不覺得是好 我覺得是好 所以 就變成了 這個市 暫時 你當是28,200 是支持 即今晚的低位 大概是 28,300 左右 28,200 其實是上一次的低位 那 先看著這些位置 不過 後市方面 還是 好 惡玩 所以 今天 今早 說笑 最好 現在找資棍 撥人自己 然後又不用看市 你看市 其實這一陣子的時間 心情會很坦激 而且會很逼 很受到牽動 這樣其實 不是那麼OK的 有朋友問 北水 哪裏找得到的資料 我希望大家 講解一下 大家可以去 港交所的網站 他的網站 就是 HKEX.COM.HK 然後 你去選一個 應該是互聯互通 你按下去的時候 它有個叫 每日數據 那應該是 互聯互通 然後 互港通 加深港通 市場數據 裡面的每日數據 你每日大概 五點半之後 你按下去 就會看到最新 不遂的動向 它裡面會列出 深港通 港公交通 以及港公交通 護士 那些 頭10隻 他們的成交量 最多的股份 即買出 買入 購入 的金馬 就是 總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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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10隻 有點啟事 你會看到 當日是沽貨多 還是買貨多 那這個 這個表 我覺得 有些參考性 我覺得 有些參考性 大家也有空 可以看看 那如果再 不找不到的話 我明天或是 後天的時間 即是 公司的節目 我就直接 在台上示範一次 給我找些數據 大家可能會再聽到一些 那我講一下股份 先給大家關注的股份 2269 若明生物 我見有三個朋友 都不亦如同 問這一隻 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一陣子 你說股份跌 可能真的完全沒有原因 都不出奇 若明 你說有沒有原因呢 坦白說 我也想不到 但你也可以說 整個醫藥板塊 又或者是一些 急升國外的股份 這陣子的時間 走勢 是差的 若明也是其中之一 若明的股份 就像之前 一百二十多塊的位置 到現在 八十多塊 沒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其實不是少少的 但若明本身 就是股份的波動性 其實也很大 所以這一陣子的時間 它是跌完未 或者是否已經 調整完畢 再看看 再看看 不過我想說的是 其實若明 因為我想大家 之前都聽我說過 是做些什麼 是做一些叫做CRO 譬如說一些公司 即公司 可能做一些研發的 就是一些藥的那些 但可能要去檢查一下 那些藥 是否真的有那些 可能有什麼副狀 可能有什麼藥效 找藥明幫忙做一些測試 就是做這些 而且之前 其實你看到一些行 都提及到 就是說它有很多 新冠病毒的單 都給它搞 意思是 可能檢查一些藥 可不可以 有沒有藥用性 都給它搞 所以它的商機又很大 你看到那些行 之前出的報告 都說 其實你說 今年的時間 很多實驗室 都爆了 所以按道理 論業務的璇境 它又不會差 但是我想到 會不會現在好像疫情 開始受控了 大家覺得 可能一些疫苗的研發 可能會更慢 不知道的 純粹猜 所以它股價也回落很多 因為它本身也升了很多 但是 如果純粹這些因素 也不怕的 因為始終 藥名生物 它這些賣點 只有它有 另一種是康農化成 3759 還是39575 但是它也是做類似這些事情 所以 而且這藥裡面 這些板塊 就是做這些 範疇板塊的股份 我看得樂觀的 所以這隻 藥名生物 它的價值跌了很多 但是 還值得考慮一下 拿一條貨先的 我又不是很擔心它的前景 但是 只不過 有時候是這麼刺激 這些是大家要小心一點的 1772 有金鋒利業 這一隻 我一向就一般 雖然 不斷炒回電動車 這些因素 但是這一隻 業績的表現 比較反覆一點 而且 我也可以說一句 我不喜歡這隻 我一般去的 另外 3738 浮博 這一隻 我知道是什麼 大概都知道它做了什麼 但是它的股價不會看 因為真的沒有研究 而且我無法衡量 它的業務本身 可以有多值錢 其實它類似做些什麼呢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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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外國的 沒有外國的 迪士尼那些 它有些 可能 類似網上 檢查版權 那些 它類似做這些 幫你去檢查 做這些 但是 很特別 是特別的 你看看 我說完之後 我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就是 那個業務 那個業務 因為我之前 做節目有研究過它 這件事做什麼 就是我的概念 但是說不出來 但是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值錢 為什麼它會吃股價 死體這麼誇張 總之可以說 SARS類的股份 是有它一些 衝敬 但是它 就 不知道 而且 現在也不是說它 你想想 很多 SARS股份 跌得很多 都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 因為這隻股份 我不熟 所以就算數了 不管它 A股也是不行 A股也差 A股其實也很差 A股的走勢 其實是 如果你在上種子的話 之前的支持位 是3450這個位置 你其實看到它的股價 就是以往的時間 很大負貧時間 很大負貧時間 都是3450這個位置 所以 如果3450這個一下子 穿了的話 都很糟糕 還有 可能內地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又存在水緊 所以才有一些 國家隊進場的消息 但是 我還是慢慢看看 發生什麼事 好了 1310 香港寬頻 P是很高的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最主要就是 因為之前的時間 他有些 類似什麼 類似什麼 那些 那幾樣東西 他有一些 做了一些 類似減值的事情 因為 那些不叫減值 類似是因為 要占負了一些合併 之前是收購了這個JOS 以及 收購了那個 那個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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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這 那個叫 那 google的叫 那他收購了之後 譬如說 那些融資有些 海外送的 匯iri 要給你 那些人要 會講通訊 還別忘了 即是他要给一些东西去续约 成本就会增加了 因为他的成本增加了 而且有一些商业的减值 所以就令到 不是商业的减值 对于抽契完成之后 有些商业减值做这些东西 变相之下 令他盈利往来就少了很多 但问题是 香港宽盘这些 最主要就是要靠现金流 那个货币是可以的 那他派息也是要看这些东西 所以他看上去 那个PE好像很高 但其实意义不太大 这些东西随着他打后的时间 慢慢的 摊销 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我不太担心他的情况 但最主要就是要保持派息 他的股价表现就差了 也可以差一点 但这些东西用来放在收息的话 我觉得是OK的 所以我都没有这个 也是没有沽 不止可以的 623也是 我都拿着他 接着也不沽 那我说一下其他股份 那 今天收到市之后 有一只叫中电信 中电信就 出了那个业绩 接着有另外就是说 他要回A 他要回家做A股 有什么容易呢 因为中电信 大家都知道做什么 做电话 有些流动通讯的方法 还有就是说 做一些宽频的网络 但这些业务 是不是很大 但是买点呢 又不记得是 还有 我也不知道 他就算去 发研新股之后 资源之后 也好 我也不知道去做什么 我完全想不到去做什么 去扩大自己的业务 还有他想去A股 A股消股 A股的股份发行的量 没有比H股 所以整件事 我也不知道他 那个帮助性有多大 有些人可能说去集资 可能去业务的发展 我同意的 但业务的发展 你觉得去到什么发挥的机会 是没什么的 所以整件事 我看下去 我觉得这次回憶的概念 不是很硬 不是很硬 所以你问我 我这一只 是充电信 我不推荐的 我不喜欢这只股份 其他股份 暂时未出业职 所以暂时没有什么意见 看看明天的时间 有没有消息 和大家可以再分享 还有 主要是不重要 大家有问题的话 即管问 因为这条频道 基本上是想让大家问股 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不要紧 在这里 想问什么 想知道什么 我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